哈喽大家好上节课呢我们讲了一下这个react.js 基本的这个介绍然后说了一下这个学习工具 那么这节课开始呢我们就来学具体写一下这个react.js的代码 首先这节课的三个主要内容 第一个是这个学习网址第二个是这个环境大建 第三个是这个有四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学习网址这块呢这个不是说这门课上的学习网址是这个react.js的这个学习网址 实际上这个react.js呢出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然后网上出现的这个各种学习资料 这个以及学习的这个博劳博客啊等等都还是挺多的 我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实际上听的时候呢 就已经这个在网上有些资料的查阅 然后有一些这个基本的了解 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在听的时候 因为有了这个预习的过程实际听的时候才能够这个学下来效率更高一点 不然的话呢很有可能是这个跟不上 或者是有些概念不太清楚 那么讲的时候呢也不能说这个不行 但是一定要就是不懂的东西一定要及时记下来 然后课后呢去查阅去学习 因为仅仅靠这个这几分钟的时间 然后学一个知识点 那么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有可能存在漏洞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呢大家不用记 因为这个东西是这个放在课件里的 随后这个每节课都有这个readme readme text会把有些比较重要的东西会记录下来 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直接下载下来直接翻阅 首先是这个readme text原版的 看一下能不能打开吧 哎 good nice 能够打开非常赞 幸好这个网址还没有被强调 不得不说啊 这个 说两点 第一点是这个有关翻墙 你作为一个互联网的从业人员 我觉得有时候这个骨干确实要比百度好使 那么使用骨干呢 因为我们知道搜出的这个基本国情的问题 使用起来不太好做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只用借助于这个VPN 其实现在VPN也不贵 网上也有免费的可以去搜一下 或者再不行 可以直接从这个他网上 或者是这个相关的官网上 这个什么各种VPN网网站啊 一搜一大堆了 就买一个一般一个月就十块钱吧 相当于大家就是办一个这个 不管是训练会员啊 或者是爱奇艺会员啊等等之类的 你有这点钱 这个你投入到自己学习上这个收入成本 收入成收入和成本比还是挺高的 非常划算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 因为一个是有英文版的 然后再一个是这个中文版的 中文版的呢也不知道是这个哪些哪部分高人 然后来做的这事 但是这个我是希望大家说如果有这个英语阅读能力的话 最好还是阅读这个英文原版的 因为毕竟这个毕竟它是原版的嘛 好多内容还是更新的非常及时 然后有些新特性出来的话呢 也都能够即时的更新上去能够做到 那么中文版的呢相当于说就可能落后一些 比方说这个像中文上的这个 刚刚看到的他引用的这个JS Transformer 和这个Reddit两个文件来使用 但是官网上已经更新到了这个browser.main.js 这个是之前的一个做法 是引用这个文件后边呢 因为这个Facebook也一定把这个Baebo 招入他的这个旗下了 所以说这个Baebo现在已经支持这个 从GSX打架script一个转换 所以说这个使用的文件呢就已经有了一些更改 但是你看这个中文版的还是没跟上 所以我还是特别这个 希望大家如果能阅读英文版 就一定要坚持阅读英文版的 有些单词不懂可以查吗 毕竟这里边这个新的单词 陌生的单词还是这个不太多的 随便查都可以查得到 你作为这个一个计算机开发人员 有一些这个英文水平 可能有一些英文能力也是必须的嘛 对吧 中文水平网址呢除了这个两个版本之版 其他的这个 这也有一个版本 这个也是这个咱们国人翻译的呀 一个中文版的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这个是一个简略版的简略版的内容 然后呢 内容比较少 再一个呢 他使用的这个看一下使用的内容 他这个使用的还是这个ES6 需要用这个打包工具来来来来 这个图习编辑之后来使用的 那么在这一点上呢 如果有ES6基础的同学可以这个可以来阅读 来使用 那么没有的呢 我今天还是直接阅读原版的吧 原版的直接这个还是ES2015的 使用的 使用起来还是比较这个顺手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 阮一峰老师的 说到这个人应该很多人都不陌生 这位高人呢 学习知识之 学习知识之广 可以说是令人这个惊叹 各种这个分类的 分类的内容 甚至你看到这个 涉猎范围 从这个计算机 从理工科到文科都有 但是这个他在讲 学习一些新的内容的时候 包括这个react 一方面呢 是这个讲的确实这个 比较通俗一懂 另一方面呢就是 可能会出现这个假的方面 有些浅 但是作为入门是这个足够 所以是完全可以参考 可以看一下 那么主要呢就是这么几个 然后接下来 就是这个具体的环境搭建 环境搭建呢 有几种方式 我官网上之前的 是这个 那几天没看 还有这个报管理器的 但是我们用的不多 有这个通过什么 Browseify和Webpack Browseify 上次真是说错了 比较Browseify Browseify 然后拼错了 然后这个 另一个用法呢 就是这个 对 还有一个Browseify 这个 管理器 报管理器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直接用最简单的一种 直接引用它几个基本文件 然后来使用 这个Browseify Browseify Browseify Mainer.js 不得不刷 本地下降了之后 确实挺大的 之前看过 那个 因为我们一个js 也就几十k 就足够了 但是它这个文件 你看这个 整个1.3兆 庞然大物 这个 那么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这个 觉得文件有点大 这个只是因为这个文件这么大的话 只使用于这个生产环境 不是用于线上环境 这个大家必须要了解 有时候在看网上的一些博客的时候 我提到说生产环境和这个线上环境 我们就要知道这个生产环境 就是我们这个私底下程序而写代码时候 你所使用的环境 那么我们知道任何的这个工程 你从线下的这个生产环境到线上 必须要做的这么几个步骤 就是说这个有一些代码的合并啊 压缩啊 压缩啊 打八百号啊 以及最后这个步骤到线上 甚至使用cdn 等等这些操作 这都是干嘛呢 为了方便 方便说这个 让用户可以更快下载的文件 让文件执行的更流畅 或者是有时候是为了一些这个 防止别人来剽窃代码等等这些行为 所以是有这么一个区分 那么在这呢 你可以把这个Browseify下下来 也可以说这个用它cdn的地址 这个cdn和这个官网上是一样的 这个文件 cdn上大概就一两百k吧 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的文件 可以直接使用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 哦对 各个文件 基本介绍 我来简单看一下吧 用到了三个文件 react.js呢 是一个核心文件 所有的这个react的精华全都在这里啊 这文件大概有两万行 一万八千多号还是九千多号吧 有能力的同学可以读一读 因为这个 但是读也不一定能读 不太好懂 可以看看网上有没有这种圆满解读的类似的文章 因为像它这种呢 你看直接 函数 然后通过这种数字来进行这个区分 不得不经探语啊 有时候你经常说这个Facebook的网站 这个工程化做的特别好 就是体现在这种细节上 可以把任何的这个 嗯对象啊变量啊 当做数字就是当做一种工程化的方法来对待 这点特别好 这点特别好 然后是这个reactdom reactdom只是做了一个这个模块画的一个封装 CommonJazz 我们知道这个CommonJazz的一个区别 也就是看它有没有这个Exports 有没有Module 然后reactdom 然后reactdom 看有没有Define DefinderMD 试捧存在 然后其他的呢 就是做了一个兼容 把这个reactdom挂到这个全局变量上 有window就window 要么就是global 要么就是self 接着呢就是刚刚提到这个 这个browser-finder-main.js 这个我就不打开了 因为文件1.3兆 我怕打开的时候电脑有点卡啊 那么就是这么几个文件 构成了这个 开发时候需要三个必备元素 然后呢是这个引用 我们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呢 实际使用的时候呢 这个12.29克 实际使用的时候呢 因为你用的语言 其实不是写个js 我们知道这个script写标签的时候 除了这个加script之外 还有别的一些用法 比如说这个也有这个jsx 这是之前的一个用法 那么现在呢 因为是babel可以支持了 它就是改成了这个textbabel 这个在写的时候呢 网上常见的是一种这个script type的 这个babel 然后把这个代码呢 夸夸夸 刚刚为什么这么干呢 因为这个它执行 它顺序是执行 顺序执行的 你还没有到我们结构 就去执行这个script 有点不妥 是这么写的 但是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呢 为了使这个讲课方便 另外也为了这个 大家这个文件 写文件的时候 有一个分类 把这个作为一个标签来引用 然后把文件拎出来 当中放到别的地方来写 代码呢 非常简单 可以看到就是定义了定义了一个这个 hello组件 然后是这个写了一个继承方法 重写的方法 真的 这个函数干嘛使的呢 可以吞出来一个标签 hello 我儿子 那么渲染的时候呢 把这个组件渲染到到我们结构上 对应的这个m头的元素上 就是这个id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标签做了一个替换 替换成了这个 我们想要的这个自定义组件 index 也就会有点出错 refs class01 hello 哎呦 看一下哪出错了 好class02 学错了 class02 那么结果就出来了 就是这么个玩意儿 嗯 接下来呢是这个四个基本概念 因为这个你要了解refs的话 这四个概念是这个你在初期需要这个就是知道的 这是有助于你能够更清楚的了解整个这个refs入门是否能够更进一步学习 对因为这个有些有些特性有什么的和angular.js和你看到的其他不一样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首先js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标签语言 也不能说也不能说语言就是一种一个拓展吧 对原有的javascript的一个拓展 比如说这种形容 因为我们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有时候这个的下一节课可以更详细 这就简单来说一下 因为我们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呢 可能说你有一些这个有些标签是自定义的 itma标签 还有一些标签的是希望来做一个这个组合 比如说你希望这个和标签 它代替的就是这个这么一段的 itma标代码 那么他就是干这么个事的 但是具体你从这个标签到这个标签转换 是需要有一个库框架来完成这个动作 刚刚提到的browserify就是干这个的 那么有了这个帮助之后呢 我们在使用前的时候 可以更可行应手的 不管是组合一些itma标签 或者是把有些这个数据 你从他的那个结构上来来这个剥离出来 比如说给这个hello附了一个name name属性 然后发发带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你在后边使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这么来使用 这样呢就是相当于说从他内部的一个model层 提升到了他标签本身的一个属性 第二个就是组件的概念 这就是其实也是刚刚说的 跟刚刚说差不多 组件的概念呢 不之一不 只不过的gsx是更偏向于说语法的部分 说这个是怎么怎么怎么写的 而这个组件本身呢是相对于这个整体来说 是怎么怎么来组合的 一个标签呢 一个组件呢你可以这么单独来写 你也可以说这个一个标签里边再套一个这个 再套另外一个这个组件 hello啊 比方说里边再有一个这个name组件啊 或者是在一个time组件啊等等之类的 就是就是这些东西 一些组件的组合组合 有了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能写东西写这个代码 稍微方便一些 再一个是这个虚拟dome 这个是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我们在实际使用的时候都知道这个dome 嗯整个前端这个fe的这个操作 基本上可以分为一个是罗技数据逻辑的处理 另一方面就是这个dome的操作 而dome操作呢是一个特别消耗性能消耗时间的东西 那么react做的特别好的一点呢 就是在他内构建了一个虚拟数的这么一个概念 这概念干嘛使的呢 就是你在使用的时候 可以说任何针对dome结构的改变 他都先在这个虚拟数上做一些这个 做一些改变 然后跟现有的dome数做一个区域做一个对比 然后看看是哪些节点发生了改变 然后只去更改那一部分有改变的节点 这跟我们现在的这个atml结构来说 有一个区别就是现在的tml结构是整个这个结构都会变 可能会引起这个部分的重汇啊 或者是回流等等这些操作 那么这个虚拟dome呢就是为了这个减小 减小的区域 然后增强这个提高效率 就是干这些的 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数据流动 数据流动我们都知道这个angular-js呢 他提倡的是一个数据的双向流动 就是说从他的这个最高节点 最高节点 比方说节点这个 是一个双向流动都可以来回操作 谁都相互可以影响了 但是在这个real-js里的更提倡说 我作为这个拥有者combo1的顶层数据是只能从上往下 也就是从外层往里层流的 而不支持从里层往外层流的 那么这个特性呢 叫做数据的单向流动 实际使用过程当中怎么来怎么来做 怎么来使用 以及为什么这样呢 我们随后再详细讲 这里只是先给大家了解一下 大概说明一下有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这节课呢 我简单回顾一下 学习网址提到那么几个 然后我们提让大家使用原版的来看 再一个就是这个软一丰老师的教程 软一丰老师的这个blog 然后呢环境搭建 一种方式的几个文件 那是hellover的一个展示 再一个是四个比较基本的概念 入门的概念 大家呢以后在下课之后 可以看一下这个这几个 学习网址的这种入门部分 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 搭建一下自己的开发环境 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像我刚刚写的 你可以直接把那几个文件引下来 这个就直接用cdn地址就可以了 然后呢如果是有这个使用经验 r3 5 使用经验有这些打包工具的使用经验的同学呢 可以试一下怎么来使用这种方式 引入打包 这些教程上的这些在这个官网上都有 就不再详细说了 最后结果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成功的输出来 一个hellover的我们这个计算机语言里边的标志性动作 那么这些课呢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课再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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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